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再来呢也会跟大家特别来讲到下个礼拜你可以赚钱的方式 所以呢我想这个假日就一定要把握好了 因为在上一个假日如果你有把握好这个礼拜大赚的朋友 那这个礼拜你的获利都会非常的多 那回过头来我等一下也会跟大家说到下礼拜的东西 所以其实假日是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准备开始的时间点 因为一个礼拜的时间呢其实就可以让你有很多的获利 好那我们在讲这个之前的话 那么先来讲一讲一些重要的股票 那当然我们先从跌的股票开始讲起 所以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创新高以后 那么今天拉回来的股票 好我们先来看看这是今天创新高之后呢 那拉回换手 那这是今天的阳明光 好那五分钟交易加上其他的光学股呢 今天也拉回的影响 所以今天创新高之后拉回换手 但整个向上的趋势完全没有改变 好我想其实那么我们常说做股票 你一定要知道里面的东西 那其实是很重要 那么有爆发力的股票 它会反映在它的股价上 所以它涨五成或涨一倍 其实一点都不稀奇 那其实并不是会让人觉得很意外的东西 好因为有些股票就是要这样涨 那因为后面有非常大的爆发力 或者说有别人还不知道的题材 所以我说其实你只要锁定好 就可以持续来赚钱 都可以一路赚 好所以我想这趋势其实是非常明确的趋势 那么也是少数在这里呢 已经准备要开花结果的公司 所以它会这样大涨 当然就是起来游滞 所以后面的爆发力还是非常强 那么我想到目前为止 只是这一小段上去了之后呢 那么创新高之后拉回 那当然短线上面的分盘交易 稍微再震荡一打听绝对是好事 因为震荡中间在网上 再来就创新高 所以其实震荡一下是好事 你真的是好事 所以这个走势其实非常的好 后面还会再涨 那当然我这样讲的时候 那么有一些人的感觉可能不完全一样 那因为如果你是跟我一起买的人呢 你就会知道我跟你讲的用意 那其实我常说一档股票 为什么常说你要更好 那一档股票其实可以让很多人赚钱 可是有的人把不见得一定赚 那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吗 我们往下看 那杨明光这一次在这里就公开操作 所以我带你买 还有公开预告 然后直接告诉你 带你全力大买 那我带你买是在这里 就这个位置 所以其实你是随便都可以赚 而且一路大赚 因为上来这一大段 你完全就是完全就赚翻了 对不对一路大赚 然后一路往上涨 对不对一路涨堤 所以上去后往上 然后开始涨堤 然后一路涨堤 然后再涨堤 然后往上开始涨堤 然后又涨堤 然后创新高 然后今天拉回 所以其实你可以赚很多 那但是如果你自己 是在这一两天在进去买的朋友 你当然就会紧张了 对啊如果你不是跟我们一起 在低档就全力开始一大段赚上来的 你就会比较紧张吗 那你一定会受不了啊 你一定受不了啊 所以这其实就是股票很好玩的地方啊 我常常就讲啊 为什么说第一时间 我希望你一定要有人带着你做 这就在这里啊 因为其实明明就可以赚很多的股票 可是你看就是这个位置啊 那他还要持续往上涨没错 可是如果你自己这两天才买的 你就会受不了嘛 但是问题是他还要不要涨 他后面还是要涨嘛 但这两天你就会觉得 就觉得受不了嘛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为什么你不是一开始 你就一起跟我做就好 那样多轻松啊 因为你如果一开始的话 你是买在这里 因为你买在这里的人 你在浩诚以侠嘛 你觉得轻松的很吗 因为你已经赚一大段了 所以你就让他称当一下 你轻松的很啊 你就等着买点嘛 然后还会喷出去啊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一大段的股票 其实你可以很轻松赚啊 你一开始都更好 你就会赚定了嘛 你就一定赚定了 你一定赚定了 因为你一开始的时候 买进了之后 大赚一大段上去 他整理你也不会担心啊 甚至你就很轻松啊 你就等买点嘛 对不对 等着下次继续 还可以加倍再赚啊 所以我常常讲说 其实为什么我说 你跟上就可以啊 因为会差很多耶 其实真的差很多耶 那当然我再强调一次 那这很重要啊 那这也是新的趋势 对新的题材 所以其实看懂的人 他就可以很轻松赚钱嘛 你看一档股票 其实一大段赚上来 其实很容易啊 就很轻松啊 对不对 很轻松啊 那就等着轻松的买点吧 那我只能这样讲啊 反正你后面还会继续赚钱啊 所以我才说第一时间要跟上 所以其实哦 这个就很好玩啊 因为我常在讲啊 那为什么我们常常都会 预告在前面 就是希望你可以准备好 因为就知道很多时候 在一开始的时候 你跟上来 就注定会赢定啊 你看很多标果 一开始带你买的时候啊 如果你一开始就跟上了 其实你几乎都是赢定了耶 你几乎都赢定了啊 那你会中间遇到震荡的都是你大涨上去之后 它本来就会震的下嘛 但大涨上去之后 你后面才自己去买的 你就难免会有点震荡 那一震荡的时候很多人就把它杀掉 那一杀掉会有喷出 然后你就会觉得 你就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每次你卖的时候它就喷出去 有这么奇怪的事 那其实这就是买点的问题嘛 所以我说跟上就好啊 因为你看 我们来看看这个 这个昨天这档跌 昨天也拉回啊 那昨天拉回我是不是跟你讲 我是不是说会上 所以其实你如果是这一两天才进去的 你看到昨天拉回 你就会 你就受不了嘛 那所以我说 你一开始跟上不是很好吗 你就完全不一样啊 那你看昨天拉回来 尖就涨停 尖就涨停 第四根涨停 所以其实啊 就是我跟你讲的啊 那我说其实你一开始跟上 你几乎就赢定了嘛 你在一开始就买的 你几乎赢定了啊 因为你就一大段赚啊 所以刚讲的意思就是这样啊 你看今天有一些拉回的股票 往往一开始就跟你说 我一开始就跟你讲了嘛 那么其实后面就是要喷出啊 后面就是还要喷出啊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 那么有爆发力的股票 后面要大涨五成一倍的股票 你从一开始就跟我一起锁定 你该买就买啊 该加码就加码啊 那中间偶尔有一点震荡的时候 那个很正常啊 那你也不会被洗出去之后 然后又看到涨停啊 对不对 你有没有这种经验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耶 所以我常常讲很可惜嘛 因为很多人你可以赚大钱的股票 那你明明就可以很轻松的赚钱 不是吗 而且都公开讲哦 而且还四前讲 都讲在前面 所以你其实可以很轻松的 很轻松的买嘛 然后很轻松的赚嘛 这前一天就预告了哦 前一天就预告了 所以我预告给你的时候 你是不是第二天早上准备好 你就直接买 那是不是算很轻松 所以你很轻松赚钱的话 你是不是就赚一大段 因为这样你几乎就赢定了嘛 你几乎就稳赢啊 那你一开始就连赚两根 你当然是赢定啦 然后你三天三根 你当然是赢定啦 所以你铁定是大赢的嘛 你一定会赚钱啊 所以我才跟你说啊 然后震荡一下啊 然后第四天创新高 第五天震荡一下 那震荡一下的时候 你就看到啦 你一开始就跟我一起买的人 你根本就赢定了嘛 因为你一点也不紧张啊 你知道会创新高啊 但是你如果是前面没有跟上来 后面你自己才下去买的 你难免就有点担心嘛 那有的人昨天卖掉间就涨停 你看多可惜啊 可是其实你是应该是要这样赚钱的耶 你是应该要这样赚的耶 你是应该要这样赚的耶 你是应该要赚四根涨停的耶 你应该这样赚嘛 那我也都公开讲嘛 对 供需逆转嘛 那报价是八月刚开始哦 八月开始涨了哦 现在已经到10%了哦 那你要知道这都多的哦 多出来的 多上来的 几乎就是多出来的获利哦 最后勉强啊 所以其实全世界都这样子耶 全世界都这样子啊 这也创新高啊 这是一大段哦 一大段创新高哦 而且不是涨一两天而已耶 是一路大涨 所以回到一开始我讲的重点嘛 就跟上就可以啊 因为我讲的虽然很简单 你听起来就几个字啊 就跟上就好 可是其实那后面关系的就很多 很多很重要的东西啊 因为你前面跟上来的人 你很自然就可以转一大段 当然他大涨一段之后 他中间会震荡一下 他或有一两天震荡 那一两天震荡很正常啊 然后上去上新高 那你如果在前面就跟我一起买的人 你就整段赚上去啊 你不会在中间都被洗掉啊 那你知道最后回过头来 你再回来看的时候 这就是大赚的问题啊 你后面再回过头来看的时候 你就是大赚一大段啊 整段都赚到了 所以这是做五票赚大钱的方法耶 这是很重要的方法耶 但是很多人就差那么一点点哦 所以就没有赚钱啊 很多人就差那一点点 第一时间你没跟上 第一时间你慢一点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都讲在前面 我之所以讲在前面就是 让你有很充分的时间 你也可以准备好 然后你准备好之后 你可以很轻松进场 然后就直接赚钱了 所以我跟你讲的 是不是其实都很清楚 那所以我说这一块是 全世界都在涨 因为没办法变嘛 那工区是没有办法 一下子之间调整的啊 那就已经逆转了 那新产能也没办法出来啊 因为新产能现在就算要建厂 也要18到24个月 18到24个月 那怎么来得及 那东西要用就是要用啊 不可能不用那个啊 现在有这么多心机要出货 所以涨价还是有用嘛 涨价还是非买不可啊 所以它还是要涨啊 所以 其实你有很多可以赚钱的耶 一样的产业里面 我是不是跟你说 这个也会涨嘛 所以其实 为什么都讲前面 你知道讲在前面 就是都可以让你有很轻松的时间进场 那你都可以准备好之后 你就会知道 那么你该做什么事嘛 就像我前一天跟你说 一挡回腰股 这样开始起涨 那我前一天跟你讲之后 你是不是就可以准备好 在第二天早上的时候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的时候 你就会上车了 你不会慢一点点又露街啊 或者是三星两亿 因为你前天都准备好嘛 你知道新的标股证要起涨的时候 你自然很轻松的 你就会进场 因为你都准备好了 那你不要小看那个动作 那个差很多哦 因为你第一时间就进场 该买的时候你就买的 你知道后面那一大段你就硬定了 那一大段上去就硬定了 真的是这样子啊 因为你的买点在一开始嘛 所以你几乎是硬定啊 所以我们往下看 那我们再来看这边 那这两天我跟你说的 那么我们看两天前我跟你讲的 两天前我跟你说 那么另外一档标股 那我说这个礼拜要布局完成 对没有错嘛 所以所有看我们节目都很清楚啊 我说另外一档新标股 这个礼拜内要完成布局 这是两天之前我跟你说的 所以请你要快了 那而且我也跟你说 就是照我们报名的顺序 就是说你先打电话进来 先报名我们就先进场 所以这两天我跟你讲的 前两天我跟你说的 我相信所有看节目的人都很清楚 那包括现在在看节目的你 可能你也有打电话来 那如果你有打电话来 你就更清楚啦 因为我就说嘛 先打来的就先进场 就照报名的顺序 好吗 下看 所以我跟你讲在前面 就是这样你可以准备好吗 我们来看这里哦 那我说这个礼拜内要完成布局 先报名 就先进场 对没有错嘛 很多人打来哦 我都跟你讲要快啊 那你越早打来一定越好 那为什么说你越早打来一定越好 因为我们就照你报名的顺序 你先打来的 我们就先进场 这讲在前面嘛 对不对 这事前讲嘛 提前一天讲嘛 就喷出前一天开始讲 骑掌前讲 所以你打来的人 当然是越快越好啊 那你知道 你知道这有什么好处吗 为什么我说 先打来的人 你就先进场 你知道你先打来什么好处 好处很多耶 好处真的很多耶 所以我才跟你说好快啊 来我们往下看 我们来看看哦 先打来的人 先打来先进场 如果你一开始就打来 你就是这里 你一开始就打来的 你就是这里啦 先打来先进场 新的标果 那么这个好处就差很多了嘛 你在这里进场 那你是不是马上赚钱 是不是直接赚 那你知道它的好处 其实还不只是这样 因为这起场点 那我跟你说 是一档非常有爆发力 获利即将要大爆发的股票 我们再看今天 所以我是不是说你要赶快打来 我是不是说你要快 我是不是说你越早来的越好 我是不是说你先打来的都先进场 你先进场之后你是不是两天两根涨 没有错嘛 两天两根嘛 两天前我们预告你 有没有跟你说要快 所以我跟你讲的话都是真的 不是在胡乱讲 我跟你说一档股票 明天早上记得先打来 我们先进场 再完全照你电话的顺序 先打电话来的人 我们完全照顺序 先打你先进场 所以那好处差多少 你看看差多少 两天两根 两天两根涨 两天就差两根 两天就差两根 那我就跟你说是标股 这一定是标股 而且是大家不知道的标股 全市场不知道标股 而且一定会喷出去的标股 你摸摸下看 我就是说获利大爆发 获利会大爆发的 那获利果然大爆发 7月份单月的EPS就已经到0.39元 股价只有二十几块 7月份单月税后EPS就已经0.39元 一个月的获利就接近四毛钱 这是美率上游 美率上游 而且还不止 八九月更强 八月九月的营收全部都一路往上 全部都一路上了 但是7月份最后就已经快要四毛钱了 股价只有二十几块 八月还要更强 九月还要更强 本业的获利 所以它当然会喷出嘛 对不对 新的标股啊 我说获利要大爆发的新标股啊 两天前我是不是跟你说 是不是你越早打来的 我们完全照顺序 先打来先进场 先打来都可以直接赚 越早越好 早点打来的 越早打来的 你可以净赚两根掌停 你慢一点点 你还有一根多可以赚 你就算再慢一点 你还是一样可以赚钱 所以我说 我全部都事前运动就是这样子啊 都讲在前面啊 就是因为让你可以 第一时间即时进场 让你可以两天两根掌停 让你可以直接赚钱 所以还没有跟上的 你还要考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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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觉得你考虑想太多是跟自己过不去了 应该说跟你的钱过不去了 跟你赚的钱过不去了 那你觉得那何必呢 那所以我们等一下就要进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了 你一定会很好奇说 下个礼拜 我帮你准备好没 那我还是先事先讲 下礼拜帮你准备好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看 我们会看重点了 那下礼拜其实真的我还是说 你还没有准备好的人 你还没有买到标股的人 你手上没有标股的 等一下你务必 无论如何一定要锁定 我们还是讲在前面 所以你大有机会可以把握 你绝对来得及 虽然还没有跟上的 等一下至于锁定 好 等一下要跟你讲 下个礼拜非常精彩的东西 带回来 同一个房间不同的报价 就这样不用怀疑 你可以用TriVago轻轻松松 以划算的价格 定到你理想的住宿 早饭店TriVago 有报五糖五倍大 正光精湿高 有效解决酸痛 不含Dike Phenic 不伤肝 如打如筋酸 好推好擦 正光酸痛油膏 大华国际头部 2362-8000 当害虫出现 你立刻行动 你为什么没逃走啊 雷达 雷达快速杀张 强悍保护家人 雷达为爱强悍 装成 走 跟宝宝一起探索世界 悬映市站No.1 买成长配方 送折叠三轮车 Yuki G. Lucy 字幕志愿者 杨栏寿主 字幕志愿者 杨栏寿主 根据统计 一个小时的财经新闻 平均会有45组金融数字 两份财报分析 三个科技趋势 四项产业焦点 地缘证据牵动股汇行情的敏感神经 我们带您参透金市 外交 经济的战略 我们纵观总金数据的领先指标 带您预测成长的高峰期 您给我们一个小时财经八点档 给您满满的国际财经平台 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 财经八点档 财经趋势的全方位领航 欢迎回到现场来 好那么很多人喜欢看我们节目 是因为都跟你讲在前面 而且上去空间都非常非常大 所以其实你可以从大家不知道的时候 开始提前买进之后 然后一路打转 其实到现在都还是 全市场很多人喜欢看我们的节目 那因为你看十块钱的时候 谁带您在这里全力大买 全市场还不知道之后 那当然后来你看到数字出来之后 果然如玉息就非常非常的强 然后一路往上面创新高之后 一路越涨越多越涨越多 所以一路喷出之后 一档股票你就可以大赚 所以你赚的还不是一倍而已 你是远远超过一倍 那全市场都在看 大家都在讨论 因为非常非常强 真的非常强 到现在都还涨不停 其实还涨不停 那我是认为你其实 就不用再去追了 因为真的涨非常多 那一路飙涨涨不停 到现在还在涨 那你可以大赚一倍多以后 然后很顺利的出来 那重点是你还有别的可以赚 所以我们的标股 是不是都是讲在前面 而且大家都不知道 都是别人不知道的大标股 在这里带你满 在这里带你满 然后一次大赚 那一样一次 你就可以大赚五成以上 然后还要再涨 所以我说你自己看嘛 你看差多少 那而且每一个都事前讲 这两个都是 都是前一天都预告的 前一天就先预告 所以你看一档股票 你就可以赚翻 真的是这样子 真的就是这样子 真的是一路噴出 那因为我给你的 都是市场还不知道的 非常强的标股 而且都是真材实料的标股 所以他们当然会这样涨 当然可以大赚 所以我常在讲 做标股是最好 那不一样的东西 对不对 你要不知道的 那个本来就有大题材 有料的股票 它本来就会噴出 所以其实你一档 就可以大赚 真的是这样 真的你一档就可以大赚 所以我常在讲 那如果你到现在 手上还没有标股的 就一定要把握 你有没有觉得 如果你到现在 手上还没有标股 或者你该赚的标股 都没有赚到的 你不觉得你应该要试试看吗 你不觉得你应该要试试看吗 对你就试一下 那你可以用 不管你有多少资金 即使你不是买很多 也没有关系 你不觉得你应该试试吗 你有很多标股可以赚钱 如果你到现在 都还没有标股的 你应该要试试看 那么 所以要特别注意 那我这样讲 一定会想一个 对你好的方式 对你是有用的 所以今天假日 我们开放十个名额 那十个名额 十个体验名额 那所以你还没有 到现在 你还没有标股的人 你就试试看吧 那其实你不用做什么的 你不用做什么 你就 你就花一块钱 你就花一块钱 因为你什么也不用做 你只要花一块钱 你来体验新的标股 那差很多的 你前面有体验过 都知道 一档就赚翻了 那一块钱的代价 真的无敌大 真的是无敌大 所以我说 你只要花一块钱就可以了 你来体验看看 那因为我给你的 都是有料的标股 有料的标股啊 所以它一定超好赚的啊 它一定是这样啊 因为它本来就要喷出啊 只是别人还不知道啊 市场上面还不知道 全新的标股 是不是大家还不知道的时候 我给你 然后我告诉你 是我带你提前进场 而且都是有料的标股 非常有料的 超强标股 所以它当然要涨 所以都讲在前面的啊 那所以 我说我每次预告的时候 你要把握就好了嘛 那我预告的时候 事前跟你讲的时候 你要把握就好啊 你就试试就好啊 你有试试看的人 你都可以赚大钱嘛 而且你跟我都可以先买好 你跟我都可以先买好啊 对没有错嘛 觉得 绝对是这样子嘛 一定没有错嘛 那么23号我预告 公开预告 24号早上你给买 越早越好 那我前一天预告给你 你就可以马上赚啊 你就可以马上赚啊 你就可以赚的再赚啊 25号再涨停 两天两根 那当然有料啊 这一定要喷出嘛 那么这是一定要喷出的嘛 股价才20几啊 美率上游 人家不知道而已啊 所以你不觉得 其实很容易赚钱吗 很容易获利吧 而且都讲在前面 都公开讲嘛 我都前一天讲耶 所以你一定来得及吗 因为你前一天打电话来 我告诉你的时候 你打电话来 你准备好 那么你其实 你怎么可能 你会来不及买 或者是你没有上车呢 你当然不会啊 因为你既然前一天 都已经打来了 我前一天就告诉你 那么你是不是可以 很轻松的两天 两根掌地都可以直接赚 哎不是走一岛这样耶 前面也是这样子耶 所以我说 你还没有跟上的朋友 你就一定要把握啊 那我之所以会开放 十个体验名啊 当然是因为 当然是有新标股啊 我当然就是有标股啊 我就是有标股 所以我才会跟你说 开放十个名来体验嘛 来我们先看哦 下礼拜 两档新的 你就锁定好啊 锁定好就对了 下礼拜你就锁定好就对了 来我们先来看哦 那么第一档股票哦 那么这道股票在五十块钱以下 五十块钱以下 其实大家都可以买 那么七月份 雇单月的EPS 单月的EPS 已经到了五毛钱了 好五十块以下 单月一个月就五毛钱 单单这两个 就应该大涨 单单这两个就应该涨 这两个就足以涨 单单这个条件哦 就足以十多大涨 但是更劲爆的是 更劲爆是这个 更劲爆是这个 现在最夯最强的 最赚钱的东西 还有加上这一个 真的一定要分出的吗 那一定要分出的啊 那你当时在市场还不知道说 或者新闻写出来之前你赶快 那因为我刚刚讲 单单就这个获利益 就这个就要大涨 还要加上后面的 下面这一个新的东西 最夯的东西 最一定的 所以你赶快把握吧 你就赶快把握啦 那你在新闻写出来之前 大家开始讲之前 你记得你一定要该买的都买好 好那么我们再看第二个标股呢 那么这是韩国 韩国新大单 韩国新大单其实已经很大 再加上欧洲新大单 所以加起来是非常大 两个单子都非常大 第三季很强 第四季更强 这是全新法人所买的 全新的标股 所以那是因为它有 全球最强的利基产品 所以你在法人开始 全部大买之前 在他们全部买走之前 赶快把握 一定要把握 所以你就试试看嘛 你跟上好好大转就对啦 反正你跟上好好纳转就对了 那么一个很赞的方法就是 我就给你十个名额了嘛 而且这还是体验名额哦 所以你现在就打吧 你现在就打来吧 那我给你的是体验的名额 所以是一个很赞 可以让你直接赚的方法 你现在就打来 那名额也只有十个 所以赶快拿起电话来 现在你就可以打来了 本公司与所推荐 翻新制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现身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